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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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来一些好运气的话呢 有哪一些星座适合点什么样的香氛呢 来 爱丽丝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走调欲戏了 尤其是2022年 我们从疫情这两三年开始 大家对这种心灵提升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现在像香氛这件事情 产品越来越多的选择 不过因为我们毕竟是讲究在车子上 所以说安全性就很重要 你不能随便在那边点新香氛 蜡烛也要在一些适合的地方 在车子里面放火不太适合 这个好像不太适合 还有有酒精的香氛其实也尽量不要放 尽量不要放 所以我最近发现好多商品的提升 比如说它那个叫扩箱灯 它是插电的 那我们现在车上USB充电就好方便 而且它还可以放矿石 然后选择等一下你的专属味道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土象星座 来 土象星座叫做是进化类的香氛 譬如说让你有炒植香吊 有些炒植香吊让你有沐浴在这种森林浴的感觉 因为我们说2023年 我们的土象星座金牛处女摩羯座 走在一个身心灵沉添 沉浅在出发 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 所以你比其他星座的主别 更需要沉添心灵 而且我们真的土象星座的人 心思真的是比较细腻的 想较多 你可以知道 有吗 说有 看头发就知道了 对 我们处女座的一选法制 就是真的是土象星座代表 处女座真的好会 好土 也好会照顾人家 非常非常 而且她非常忧虑焦虑 而且她就是也自我要求非常高 也很自律 然后也希望她的家人 她身边的员工下属也要跟我一样 我都做得到了 为什么你不行 进化一下好不好 就感觉到让这个香氛的味道 然后尤其点在车上 假设你真的就是开车主的话 然后非常的依赖的话 我们土象星座 让这种草质的香味 草质的调味 让你的车子散发 这样子的一个进化的能量 真的可以安定你的情绪 OK 再来我们的是水象了 第二个水象星座呢 叫做财运类的香氛 那其实代财的味道就很多 譬如说像檀香翅 对不对 还有一种叫乳香 然后像琥珀 那因为我们介绍了很多 我们昨天也有介绍那个水晶类的 对不对 不管你东方西方 反正老实说五号 我的总部都放在火 把它沾下去 对 比如说黄水晶也是 对不对 我们的这些招财的 我们都让我们的这一个 水象星座呢 让你的这个味道 那它为什么 什么叫做财运香氛 叫木质 玉创木 你知道那种味道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很爱 可是木质香调的味道 有大树的能量 什么叫大树 就是接地气 檳榔树算不算 很多问奖上面 车上都有这个香味 我个人觉得 真的非常有趣 别人不行 你可以 是 椰子树也OK 好不好 所以这个木质香调 真的你会 你会发现说 哇 这样子的一个香氛 会让今年2023年的 水象星座 闻到会觉得 哇 我整个好落地 哇 我整个的那些 情绪敏感 多疑不放心 很多的难过 很多的受伤 玻璃心的水象星座 哇 瞬间都被疗愈的感觉 一样开车主 你更要用这样子的味道 在你的车上 OK 再来第三组别呢 是我们的火象星座 对不对 刚一直说 要叫牡羊座做很多事 牡羊座真的很忙 真的 果然是焦点 都是这些星座老师害的 好 来 我们的火 我们的火象星座是 这边写 幸福精华性色保养 是因为我们很讲究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变成是 车色保养 对 外观很重要 颜值很重要 因为你的头啊 脸啊 门面啊 在2023年呢 对我们的这个牡羊 狮子以及射手 非常重要 内外都要干净 真的 你真的好会补树 他也是老师 真的 老师好笑 只能看他穿这样就知道 不要看你长这样子 因为学法师同事 所以大家都在抢傍晚 是不是 没有啦 那我刚才跟你那么客气 那从今天开始绝交 好 OK 好 所以我们的火象星座 我们今年 因为今年就在你的火象公位 火象星座的木星 在你的火象公位 你要闪闪发亮之前 你要不要帮你自己打理好 你万一很外开车 对不对 然后掌控也很好 开了一部好车 性能也厉害 对不对 又是高高那个认同度 高知名度的品牌 灰煞煞 还有加热 对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门面可以吗 不行 对不对 而且搞不好你有可能 今天要在客户 对搭个便车 财运就被人家赶走 完蛋了 对对对 他可能觉得说 你看那好的车好想搭搭看 从这一辈子都没有做过 这个把拉里 每个的车只有女生会上而已 对对对 快上快上 趕快现在我就去洗车了 对对 记得天天洗喔 对对对 然后看到说好像从那个 因为那个挡风玻璃或是那个 你应该是贴很黑啦 要安全啦 外面看不到里面这样子 没有要安全我都没有贴很黑 是不是 所以内妆也要整齐 外妆也要干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保养上就要特别的下功夫 而味道呢 个性化的味道最适合火象的星座 比如说像有一种是叫射香味 射香味现在也做在沐浴录啊什么的 对不对 那我们讲的那么多的味道 不只是放在车上当香氛片 扩香石 扩香灯这些 一定要安全使用之外 其实你在平时就多让这些 味道香气的能量在你的身上 家里也可以放 真的真的对 家里也可以放或者是香水 好来最后一组就是我们的风向啦 我们今天风向最多了 对我们今天被风向包围了 我们冠仪天平 所以摄影棚好冷喔 风好大喔 风好大喔 风向男子女子围绕着我们 我们的爱大是水瓶 然后我们奶根是双子对不对 真的被这个风向包围 风向经典走桃花 太棒了 还要还好 赶快去洗澡 要赶快要补什么味道呢 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花的味道 花果香调 来这花果香调是这样 因为男生女人想说 其实不会喔 我现在就连那种香氛袋 放在衣橱里面的 现在味道的提升跟层次 那种叠叠 层层堆叠的那种香味 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 是非常有层次 有深度的味道 所以我会建议 女生可能就会比较喜欢 可爱的那种花果香调的味道 玫瑰花也算是一个花果香 可以的玫瑰 那男生你也可以把花 让你就是可以稳定 因为不要太冲动 那这样子我们的取得比别人容易 真的 因为路边都有卖 真的 一串二十 玉兰花 有有有玉兰花 也是可以喔 可以 那其实薰衣草也是花 对不对 像你需要冷静 你不宜冲动 对所以你就用薰衣草 而且还可以安眠 舒眠 在车上千万不要睡着 对就睡着 女生睡在你车上这样好吗 不会啊 薰衣草我觉得可以种啊 放个小盆栽在车上 是不是真的超级疗愈 所以说这种花果香调呢 可以在二零二三年 让我们的风向星座 提升你的人气 大家奇怪 上你的车就会觉得 好甜好香 而且那种香味是非常可爱的 很亲和力很强的 无论是你的伴侣 你想追的女生 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哇那我觉得在这个车上 布满这样子一个 很温馨很快乐 很幸福的氛围 会让我们的风向星座 开启车来 然后到你要工作的目的地之后 你都能够神清气爽 而且有一生 就是一整天 都是这种非常快乐 而且很有自信的能量